三國演義李藤甲兵剛強大,為何諸葛不用,破真實照片就遮到在三國演義 中有一種特別厲害的兵種藤甲兵,使用惡手下的一隻王牌部隊 當年諸葛兩為要破掉藤甲兵,可視實廢負心 因為藤甲兵都將一入,最後諸葛兩只好使用火攻這樣長遠的戰術 依靠地形破掉藤甲兵,在三國演義李長提到 因為火攻特別的殘忍,最後諸葛兩旬付出了揚獸的代價 不過,既然書中描寫的藤甲兵這外害,那兇一心不乏的諸葛亮 為何不效火還獲祖劍一隻藤甲兵呢? 畢竟,當照書中的決法,藤甲兵唯一的缺點就是怕火 如果及藤甲圖上一些防火的物質,那可喜不是可以得到一隻無堅不吹的奇兵 理論上為悅,借好象學實是一個不助的方法 但是實際上卻並不可能 藤甲兵其實並略有書中描述的那可強 藤甲兵最大的依仗,就是藤甲的堅韌程度 而而,實際上,藤甲事源長烈有辦法和中原士兵的護甲相提並論的 從上年的真實照片中可以看出 藤甲华士比各大陸的防禦力並略有多強 尊謝種護甲,其實也就只能起一個安慰作用 藤甲曾經作過一首詩,在詩中有者恩一句話 軍兵林江水,水流河湯湯,光柔成沙林,原甲耀力光 二曹曹也曾經越過,用話不緊,海甲不離磅 艷艷老張寂,何時返好向,從造非和曹曹的詩歌中可以看出 原甲,海甲是當時中人士兵的常用海甲 根據一些文獻記載和出土雲物來看 這兩種護甲的防禦能力強是非常強悍的 曾經也有人復活過這兩種護甲 並且進行了穿射試驗 通過試驗效果可以看出 這兩種護甲的防禦效果非常不錯 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阻擋和偏移長矛的穿射 在三國時期的戰場上,士兵最主要的武器就是長矛 藤甲壓去防禦刀劍的效果不錯 但是因為材質的問題,藤甲的人性恐怕並不足以抵擋長矛的穿射 古代士兵所使用的長矛,風味程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古人的體力也非常巨大 所以,如果藤甲兵遇到守則長矛的士兵 恐怕就會被一統一個大忽孔了 諸葛亮作為擊敗藤甲兵的人 至於比任何人都了解藤甲兵的特點 實際上,藤甲兵並沒有表面象 即使藤甲兵那樣都將不入,非所以採取火攻 主要說是因為火攻,可以一切性消滅的軍 不然的話,屬軍遠到夜來 在重臨中根本不可能是藤甲兵的對手 因為藤甲兵比屬軍更熟悉重臨作戰的方法 並且藤甲的隱蔽效果也更好 雖然在大規模作治中,藤甲兵黨不著長樓的輸射 但是在重臨近新戰中說是要一定優勢的 所以越,藤甲兵雖然在重臨中比較厲害 但是往的國的中原士兵相比,順是有一定差距的 諸葛亮正是渴透了這一點,才有效仿藤甲兵 在重臨中,藤甲兵雖然在重臨中 藤甲兵雖然在重臨中 藤甲兵雖然在重臨中